那么我们要求pdent的电位跟电场 我们就由这个式子来做 由电场,由电位 电位已经知道了,要求电场的话呢 就有gradient,E等于负gradient的V 那么E的r component就等于这个式 它的θ component就是方向在θ方向 在负θ方向 那么r分之1乘上partialV over partialθ 因为V这个函数非常复杂 我们做这个微分呢 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课堂上讲这个 那么各位同学,你可以自己回去 把V带进去算一下 我们这里只是告诉你说 电场的r component跟θ component 可以由电位的函数求出来 我们知道任意点的电场 那么现在问题是说 当这两个电荷 当这两个电荷 q跟q'都是距离球星无穷远的时候 无穷远 那么就是这个d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影像电荷这两个影像电荷的位置 它是a平方overd 那么这个d approaches infinity 所以b就变成零了 变成零了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两个q'跟q'同通通在球星 因为它是一个阵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阵的 等量的这个电荷 通通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电量就是零了 所以这个时候 球外任意一点的电场 就是零了 简单 好,再来我们看 它的表面电荷密度 这是表面的电荷密度 等于N N就是表面的单位向量 乘上sigma' over epsilon0 它等于什么呢 这是ER ER就是说 你这任意点 这是任意点 这个R是指这个 任意点 它的电场的R component 但是我们知道 它的R component 就是它的normal component 你在这里的时候 除了有normal component的电场 它还有theta component的电场 还有这个电场 可是当这一点 是在球面上的时候 球面上的时候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当R 等于A的时候 R等于A R等于A的时候 这个theta component 就没有了 因为你看 我们看上一个投影片 就是 如果是Seda component 这里是负号 这个地方是一个简的 这里是一个简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 是Etheta Etheta OK 当这个是在表面上的时候 这个是个简的 这个是个简的 那么A等于R A等于R 我们应该看这个potential 看potential 这可能有点问题 这个 因为这个 如果是A等于R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2 2-1 这个还是有 这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括弧就是0了 括弧就是0 这里大概 处理上时 都漏到一个 这个有问题 这个地方 有问题 它是Seda 现在我们要看 这个导体表面 所感应出来的 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用这个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好 那么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电厂 我们用它的R component 对它来说 R component 就是normal component 那么N就等于R 因为这个是导体 所以它normal direction 就是R direction 那么在导体表面 我们就可以 把R等于A带进去 因为它在导体表面 这个半径R就变成A了 半径R变成A的话 这就变成2 2加1就是3 3Q cosθ over 2 by epsilon d平方 这就是它的电厂 好 那么从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这个 要等于1N 那我们就求出来 Sigma prime 就等于 3倍的Q cosθ over 2 pi d平方 这是它的表面电荷密度 用Q来表示 好 Q跟Q prime 在这里任意一点产生的电厂 就是这个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等于这个 那把R prime 因为这个R positive是这个 R minus是这个 R plus是这个 R minus是这个 它的导数呢 就是导数 你把Q拿出来就变成 R plus分之1 前到R minus分之1 等于这个 那它就是 等于第一平方分之 R cosθ 带进去就是这个 这个值了 好 ER component 在表面上 ER component 就是 这个值 对R做偏微分 等于这个 好 E θ component 它在这个位置 产生的电厂 是这个值 OK 所以在这里 你看刚刚 露了一个R分之1 是这个 那它现在只要 微分什么 微分这个就好了 E θ是 是这个值 就是这两个点 在这个位置上面 产生的 电厂的R component 跟θ component 所以这一点的电厂 这两个component加起来 它的平方加起来 再看更好 大小就是这个 大小就是这个值 大小就是这个 这个或者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平方 在开更好 那这个 和3平方θ 加3平方θ 就等于1了 OK 好 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 那这里就是 表示 这是电厂 有Q厂征的电厂 Sigma prime 我们刚刚已经求出来了 10是这个 Sigma prime 我们刚刚就求出来了 是这个 那现在把这个值 等于10 带进来 所以这个值呢 就等于这个值 因为我们现在 要用10来表示 OK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 有一个 限电和密度 它是垂直进入 这个萤幕的 放在 平行的放在一个 半径VA的 圆柱导体的附近 这个是D 这是低远 哦 低远 就是它 它放在这个地方 距离这个 圆柱的轴是 低远 那你要求空间 任何一点的 电位 跟电厂 那我们 没有办法 用以前的这个 任何办法 因为 这里有一个 限电荷 它会在这个球 这个没有接地 在这个 圆柱导体的表面 改印出一些电荷来 比如说它是正的话 靠这边会有 负电荷 靠这边会有 正电荷的表面 电荷密度的分布 可是我们 不知道多少 因此你没有办法 求P 就任何一点的 这个电位 好 现在我们 就说 这个可不可以用 影像电荷来做呢 就说我 Lamna 摆在这里 摆在这个圆柱 导体旁边的附近 那么它会不会产生 一个影像电荷 在这个导体上面 产生等电位 因为 这是圆柱体 电位一定是 像 电位一定是 等电位 你Lamna 摆在这里 会在这里产生 一个等电位 那我们现在 如果把这个 圆柱导体 用一个 虚拟的一个 圆柱体 来取代的话 它就不会感应 从感应电荷来 那么我们就用 影像电荷 如果 如果这里有一个 影像电荷 跟它 电荷本身 同样在 这个导体的 表面上面 产生等电位 跟刚刚那个 等电位 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用 Lamna 跟Lamna Prom 来求 空间 任何一点的 电位 跟电场 OK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求 这影像电荷 首先 我们看看 这个 你在这里 摆一个Lamna Lamna 摆一个Lamna 我们假定 在圆柱体 距离走低 I远的地方 有一个Lamna Prom 这两个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我们当作是 它是 它的影像电荷 假如我们当作 它是 它的影像电荷 的话 那么 这两个 电荷密度 它就会在 这个 导体上面 产生 等电位 等电位 好 那我们现在 怎么算 这个电位 那我们就 我们以前 做过 如果是一个 无限长的 无限长的 导体 圆柱体 你要求它外面 任何一点的 电位 等等 我们不要求 这个电位 它外面 任何一点的 电位 我们是 假定什么 假定某一点的 电位 等于零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导体 无限长 如果有电荷 分布的话 这个电荷的 大小是 无限大 所以你不可以 设定 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零 我们就设定 P0 这个位置 电位等于零 它距离 Lamna 是R0远 距离Lamna prime 是ROprime 远 这个地方 电位等于零 我们设定好 它等于零了 好 现在我们 我们就看 在P点 这是任意一点P 它在P点所产生 就是说Lamna 在P点所产生的 Lamna跟Lamna prime 这两个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就是这两个电位 就是核 那Lamna 1 就是由它产生的电位 我们以前求过 如果这是 你可以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 当作是一个圆主体 这两个都可以当作是圆主体 不过它的半径 就是没有半径 就是一个轴 它任何一点的 它这一点 对它来讲 电位是零 这一点对它 也是零 好 那么 那么现在 我们说 这一点 Lamna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是多少呢 以前我们求出来 如果这是圆主体的话 你知道它就是什么呢 2π Epsilon Zo Lamna分子 Natural logarithm R0 over R1 以前我们说 这不能用无穷大 无穷大的话 通通变成无穷大 好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子 那么 V2 就是P点 对Lamna Prom 产生的电位 同样的道理 是这个 那这个数字可以化成这个 就是它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是V1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是V2 所以P点的总电位 P点的总电位 就等于 这两个字和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是说 Lamna 把这个 地方 这一点产生的电位 本来应该是Lamna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再加上 这个感应电荷 密度 就是这个表面的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我们现在是说 因为这个系统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Lamna 跟Lamna Prom 产生的电位 因为 它跟 这个 这是它的影响电荷的话 它会在这个表面上 产生一个 等电位 好 这是V 等于V1 加V2 你看这两个加起来 这一项是 后面这一项 加上后面这一项 前面这两项之和 是C 因为这都是常数 对不对 常数 好 这是前面这个 那我们说P1跟P2 点 两点 我们现在早一点 这是空间任意一点 我们说这一点就是P1 如果P在P1点 跟P在P2点的话 那么这两点都是在导体表面上 那这两点的电位应该相等 相等 因为这是等电位 那我们影响电荷也是一样 它跟它在表面上产生的电位 要等电位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点 电位 就是刚刚P点 放在这一点跟这一点 然后这两个电位相等 好 现在我们看 P1点 就是它在这里 由它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什么 这是P1点 P1点 它就是等于 natural logarithm 2π0 我们就带这个是什么 当它在这个P点 是在这个上面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R1 在这个上面 R1就变成什么 R1 它在这里是R1 当P点在这里的时候 R1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得就是D-A D-A D-A Leminar prompt 对它这一点来说 是R2 但R2 R2 在这里的时候 R2 就是P点在这里 R2就变成这个距离了 这个距离就是什么 A 减到D-I 然后再加上C 对不对 VP2也是一样 就是对第二点来说 就是对第二点来说 当V是在 这一点的时候 这一点的时候 那就是R1在这里来了 这个时候R1是什么 D加A D加A R2 就是在这里 这个距离 R2 这是R2 不是 这个 这是R2 R2就是等于 A加D-I 加C 然后这两点 这个Potential 是在圆柱体的表面 这个也是圆柱道体的表面 这两个Potential相等 相等于减就要等于0 那我们就把这个实质 减到这个实质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C越掉了 C越掉了 这个减这个 就变成R2 Pi Y0 分成Lamna Logarism D加A D over D-A 这个减这个 那就变成这个 A加Di Over D-A Over A-D 等于0 好 我们现在 这样做是做什么 我们要解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Lamna Prom 一个是Di 可是我们用了这两个特殊点的电位 最后只得一个方程式 你解不出两个来 解不出两个值 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设定 假设Lamna Prom等于FuLamna 我们设定 设定就是取 影像点和Lamna Prom等于FuLamna 设定这样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那就变成Logar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那也就是这个分数等于这个分数 我们从这里 可以解除 Di 就等于A平方 Over D 所以我们就 就知道 如果一个影像电荷 一个线电荷 在平行的一个 圆柱导体附近的话 那么在空间任意一点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用Lamna 跟它的影像电荷 一起来求这一点的电位 也就是说 你这个没有接地 这个圆柱导体 就被这个Lamna Prom来取代了 取代了 然后记得 这个时候Lamna Prom等于FuLamna 然后Di 是等于这个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好 底下呢 我们看一个立体 就用刚刚那个影像电荷 就是我们 看看用的这个影像电荷 就是一个Lamna 在圆柱导体附近 这影像电荷 我们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 平行的圆柱导体 半径都是A 它轴之间的距离 是大低 大低 那这是两个导体当中绝缘 于是它就变成什么 一个电容器 对不对 这个电容器就会有电容吗 我们要问这个电容是多大 好 求电容的话 我们当然要假设 比如说照以前的方法就说 假设这个上面 电荷密度是Lamna 这个电荷密度是Lamna 因为它是无穷远 无限长 你没办法假定一个Q Q是无穷大 再求它的电位差 可是你这里有Lamna 这是表面上的 每一公尺表面上的Lamna 这是每一公尺表面上的Lamna 表面电荷密度Lamna 它在表面 在这个界面上 不会均匀分布了 因为一个正一个是负的 如果这个是正 这个就是负电 就是说带正电负电 会互相吸引 吸引过来就是靠这边的Lamna 比较大 靠这边的表面 电荷密度比较大 这边表面电荷密度 比较小 所以当中任何一点的电场 我们要用电场来求电位差 这个电场 你就不能用高斯定律来求电场 那不能用高斯定律就很麻烦 这个电场就很难很难求 因为这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又是一个导体 很难求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就这样加定 这是导体一导体二 那我们就设 有两个线电荷 一个Lamna 一个Lamna 互为影像电荷 就是说Lamna 等于负Lamna 好了 就这两个 这个我们可以当作Lamna 在这个导体前面低远 它在这里产生一个Lamna 就是影像电荷 这两个影像电荷 这两个影像电荷可以让这个上面的电位 这是V2 是等电位 然后反过来呢 Lamna 距离这个 也是低远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也是低远 那Lamna 就是它的影像电荷 对这个导体来说 它是它的影像电荷 于是Lamna Lamna 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等电位 叫V1 那这个V1 如果可以用Lamna V1跟V2 都可以用Lamna 跟Lamna 这个关系求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求电位差 求电位差以后就可以求它的 电荷 所以我们就假设 有Lamna 跟Lamna 对这两个导体 圆柱体来说 互为影像电荷 它距离这里是D远 这是DI 它距离这里 也是D远 这个也是DI 那现在这个系统 在空间任何一点 我们就把这两个拆掉 这两个就是变成一个虚拟的两个原主体 Lamna Lamna 跟Lamna 在空间任何一点产生的电场 我们就可以用Lamna 跟Lamna 来求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不是圆柱体 这是细 非常细的一个 一个限电荷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距离它 距离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 R远之处的P点 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这个我们是先 等一等我们再求 这个我们刚刚解释过 就是说 它单位长度的电容 是等Lamna 就是这个 或者是一个正一个负 限电荷密度 被Potential Difference来处 V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这Potential Difference 如果能够用高斯定律求的话 因为这都是等电位嘛 那我们就可以用 以这个导体表面 到这个导体表面 的积分来做 那现在我们来看 电场 这一点的电场 由它产生的电场 你看这个 看看坐标 我说这里为坐标的圆点 到这一点的距离是R 这个方向是R unit Vector 所以 它在这一点产生的 电场 可以用我们第二张求出来的 限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 距离R 距离R 地方产生的电场 那么它距离Lamna Prom 呢 距离是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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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距离到这里是D远 对不对 D再减掉Di D减Di 那就是这个距离了 这个距离再减掉R 就是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那我们说 这个也可以用高斯定律求 把高斯定律带到这里 E2的大小 是得2πε0 R分之Lamna 因为这是复电 所以它的方向也是朝这里 所以我们批点是取代这个Lamna跟Lamna 或者是这个圆珠轴的连线上面 E1 这一点的电场是E1跟E2在这里 这两个同方向 所以这两个限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是向量和等于这个 那我们要求电位差 V12 提出就等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这个提出来 里头这个积分 积DR 因为E.DL 我们是圆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大小就是DR 可以写D 你写小DR也可以 写大DR也可以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它积分从哪里积分 从这里到这里 表面 从这个表面到这里 这个表面 距离这个O点 距离这个有多远呢 它就是A-D A-DI 到这里 到这里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距离是等于 D-D 这里 这里也是D 这个到这里的 这里到这里距离是D 它到这里的距离也是D 它到这里距离也是D 它到这里距离是D Log2 你把这个上限带进去 D-A 这个带进来 就是-Log2 A-D 就是两个可以化成这个 这个呢 就Log2-D-DI-R 因为这两个都是常数 你在这个式子里头 把D 用这个带 D-DA 这本来是D-DI 就是R -R R用这个带 就是-A 加-A 再来一个R 用这个带 那就是-A加-D DI Log2 这个 你看这个式子里头 D跟D约点 它就是A-DI A-DI 跟这个分母一样 那这个 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 你这个里头 DI约点 就D-A D-A跟这个一样 那就算这个分母跟这个分子一样 这个分子跟这个分母一样 两个一减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两个 这就等于 等于这样 等于这样子 一减就是等于这两个相除了 就是等于这个平方了 这个平方你就可以把2拿到Log前面去 就变成这个值 这就是V12 这个导体的potential 减到这个导体的potential 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是potential difference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把DI等于这个 带进去 这影像电荷的位置 所以V12 你把DI等于这个带进去 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么单位长度的电容 就等于Lemna over这个 Lemna over this 你把这个称过来就是 Pi Y0 over Log D-A 可是这个D D D 它是等于 大D-DI 这个D是什么呢 这个D就是刚刚我们说 两个影像电荷之间的距离 两个影像电荷 D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好了 看一下这个图好了 随便找个图来看 D是这个 D D是 等一下 我再放大一点 你看D D D是 它到这点 就是 这个电荷到 这个圆柱的距离 也是Lemna prime 到这个轴的距离 一样的 D是等于这个 所以D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大D 大D是以知数 大D是告诉你两个圆柱 它轴之间的距离 所以D是等于 大D被Di来减 Di来减 Di来减 然后D 然后D呢 这里有个D D又等于这个又有个D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跟这个 整理一下就求D出来了 就是你这个D 你把D 你把D 你把D相挪过来 跟它相加 然后修出D是等于这个字 这个D就是 修出来是等于这个字 那我们就把D 那我们就把D带到这个里头来 因为这里头 你用了一个D 题目没有给你 题目只给你大D 是你自己假设的 所以必须要化成它给我们的数目 所以就是这个值 然后这个值啊 我们看看这个式子 如果X是任意值的话 natural logarithm X加更好X平方减1 是等于hyperbolic cos x 那如果把X当作D over 2a 那么这个不就变成hyperbolic D over 2a吗 这就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单位长度的电容 OK 好 如果我们现在看 如果D元大于A 就说这两个导体圆柱体 的距离比它的半径要大的很多很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圆柱体 当作是一个好像两根细导线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D远大于A的话 那这个Cl我们就可以化成 那这个是一根细导线一样 你是把这个 你把这个 这远大于 OK 这个 有问题 这个应该化过来 这个1应该在这个根号里面 那它跟这个 就是说这个1比它小很多就不要了 那就是等于这个开平方开出来 就是两个合起来就两倍的这个 就D over A 就变成pi epsilon 0 over logger D over A 这个根号要花长一点 到1这里 那我们这一章就介绍到这里 等一等我们就介绍第五章